在过去二十余天的时间 广东东莞蒋先生一家一直在交集与悲痛中度过 5月28日下午 他们年仅13岁的儿子小峰 和同学相约出去打篮球后失踪 直到20多天后 不幸的消息传来 洪框少年为小峰 13岁男生和同学外出打球失踪 5月28日下午一点多 广东东莞13岁的小峰如常和同学出去打篮球 当天下午5点 小峰还用手机微信给爸爸 蒋先生发来一张打球照片 但到了晚上9点 小峰还没回家 电话也打不通 蒋先生和家人就前往球场寻找 没见着人 估摸着儿子去同学家住了 就没再找 可到了第二天 小峰仍然阴性晨无 蒋先生全家这才找几只报了警 警察通过监控寻找 但也无果 小峰发给他爸爸的打球照片 5月30日星期一上午 他们去学校找到和小峰 一起打球的两名同学 当时这两名同学说 下午打球后 小峰一个人骑车走了 家属 同学隐瞒孩子落水事实 导致三天后才打捞 5月30日下午6点左右 警方给蒋先生传来一张监控截图 显示28日下午5点03分 有三名少年骑单车在东江边一座大桥下出现 蒋先生一眼认出 其中一个正是儿子小峰 但根据早上两位同学的口述 小峰明明是自己一个人骑车走的 事有蹊跷 5月31日 警察再次单独询问了那两名同学 他们这才说出实情 小峰落水失踪了 根据小峰同学的指认 小峰的落水点 在世界流物公园东江边 一处很隐蔽的台阶处 附近有简易铁皮围栏拦着 远处蓝色铁皮栅栏为小峰落水失踪处 根据警察转述两个同学的说法 5月28日下午 他们几个骑车到这里 在江边台接触完水时 小峰不慎滑入东江失踪 5月31日 救援队开始打捞 但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 再加上当地天天暴雨 水未暴涨 浑浊的江水游速很快 捞了两天也没找到 连日暴雨 东江时阶段水未暴涨 在东江高步水域 发现少年一体 在救援队打捞无果后 蒋先生夫妇在东江事发的沿岸 张贴了寻人启事 希望有奇迹发生 二十多天后 不幸的消息传来 警察在东江高步段 找到了一具少年遗体 经过DNA比对 警方已经确认 少年就是小峰 蒋先生表示 现在小峰尸体已确认找到 不排除找两位同学的家长索赔 网友评论 好心碎 为什么不早说